有這麼大的這樣的一個憤慨 我想等一下會請我們這些意見代表來陸續做個說明 那第二個部分最主要是因為 在今年的1月1號 也只是所謂的ICT9 轉換的ICT10 就是編碼這樣的一個系統作業 其實已經造成整個醫療院所機構 造成蠻大的這樣的一個行政上的 一些問題 那現在又在短短的兩個月內 又要實施第三階段的這個抵達DRG 我想可能對醫界產生的很大的這樣的一個疑慮 然後我們接到的訊息是 健保署在跟這些醫界的相關團體代表 整個溝通協調過程裡面 並沒有得到一致性的共識 那為什麼現今的健保署 要這麼樣的急救張 要在今年的3月1號馬上來實施 這會不會造成醫病的關係更緊張 那醫病的整個權力會受到更嚴重的這樣的一個挑戰受損 那我就請我們主持人 林靜穎委員來跟各位先做做明的說明 之後再請陸續的一些代表 再跟各位做說明 謝謝 好的 我的兩位前輩立委還有我們在場的醫界前輩 還有我們的各位的現金朋友 大家早安大家好 我相信今天有這麼多媒體來關注這個醫體新聞 這幾天我們在這個新聞裡面 大家發現原來有一個這麼重要的影響台灣醫療行為 以及影響台灣民眾就醫權力的一個政策 在臺灣醫療行為的一個省合模式去做規範 而影響到他在就醫的時候 可能會被判斷為這是一個重症或輕症而影響 包含醫院或者是醫療人員的決策 所以我一定要強調幾件事情喔 當然我先說今天我們會發現 今天等一下再講來說話的朋友們 幾乎多數是急重症的醫療前線的夥伴們 那在臺灣其實急重症已經是 在健保主婦跟血汗醫療狀況之下 最雪上加霜的一群醫療前線的人員 那我們在講包含 原先都說四大接控 現在講到五大接控 甚至包含護理包含急重症 那急重症幾乎是在救援 或者是在醫療的服務裡面是最緊急的那一線 絕對不能打折扣的那一線 那今天在急重症這麼忙的醫療朋友們 都特別來參加今天早上的記者會 可見大家對於這些事情的擔憂